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猫君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肯定看过一种非常高科技的眼镜 从外观上看是一个普通的眼镜 但是它这个里面是有这个录像啊录音的这种功能 非常的炫酷啊 那么我就非常想拥有一款这样的眼镜啊 因为有了这个眼镜之后 我就可以在户外拍视频的时候 不用拿着一个手机啊 拿着一个云台啊到处拍 吸引别人这个异样的目光啊 就是悄无声息的就把我想记录的画面给记录下来了 而且它可以偷 我刚刚说了什么 没想到最后还是这个万能的拼多多 满足了我这个愿望 而且只需要90元 拼多多90元眼镜录像机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哇这个包裹让我感觉无从下手啊 不瞒你们说啊 这已经是我连续买的第五个还是第六个 全英文包装的产品了 一共就一个盒子 然后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个数据线 这个眼镜就装在盒子里 它这个更狠啊 连说明书都是全英文的 我看到没有 这个眼镜啊 就是这个造型啊 从正面看啊 就跟普通的眼镜没什么区别 但是从侧面就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了 因为它这个眼镜框啊 眼镜架特别的粗啊 一看里面就是有东西在里面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眼镜啊 其实从外观上看普普通通 它内藏了很多玄机啊 它的摄像头就在这里啊 这个位置就是摄像头 然后我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这里还有这个摄像头的排线啊 并且它这个插卡的位置也是非常的隐蔽啊 这个折过来之后 这里就是插内存卡的位置 然后眼镜框的这个下方这里 就是充电口以及麦克风的位置啊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眼镜给它戴上去 出去走一圈看看它这个 录像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啊 这个眼镜戴上去好奇怪啊 我刚刚已经把这个视频导入到手机里面 看了一遍 它的确是可以录视频 并且有这个录音的功能啊 但是它录出来的画质啊 如果像我们博主来拍这个视频用的话 的确是不行的 因为非常的模糊啊 也可以想象90块钱啊 这个画质不能要求太多啊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它录的视频啊 拍一下风景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好用的话 那么对于户外拍视频 真的是一个神器啊 但是其实我也不奢求它的画质有多好啊 好这就是这个录像眼镜 它录出来的效果了 总的来说呢 我感觉90块钱啊 也是物有所值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它来 做一些比较专业的视频的话 那肯定是不够的啊 那么花90块钱买这个眼睛 也不算血亏啊 它该有的功能都有啊 录像啊录音啊都有 那么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给我一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